今天上個禮拜我們是主要針對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重點當然就是說我們把樂透雲裡面的歷史資料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再做一個分析的動作 當然裡面會有一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它的業數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遇到像這個問題 它總共的話有1到68頁 那當然以前的做法你變成人工的方式 土法鏈鋼 像你會發現現在很多人每天還在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每天都在一次 那你還瘦臉 如果你有這種觀念 你會寫程式的 我說絕對你不會這樣做這種事情 所以如果你知道該怎麼做的話 我想第一個你就會寫一段程式吧 第二個效率也提高很多 現在當然企業跟企業之間一定也在競爭 所以比較快 所以當然你如果用對方法的話 當然效率是大幅提升 而且不用每次都再來一遍 另外的話 如果你抓的資料夠多的話 相對的話你將來 可以就是得到的一些訊息 也比較完整一些些 那今天的話我們延伸 另外可能要注意一下 上個禮拜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怎麼樣 先知道一下上面這個叫UIL UIL那其中的話這個叫它的網站 後面這個東西就是它的網頁 那問號的話就是帶什麼樣的參數 給這個這個server 跟它溝通的意思 所以後面其實有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叫什麼 indage page等於1 所以我們基本上改這個數字 然後後面有個end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end的話是第二個參數 有沒有end end第二個參數是什麼 order by 所以基本上 這個UIL實際上 就是跟那個什麼 跟主機如何溝通的一個方法 有沒有 因為你那個server 主機的話是24小時開著 那你要怎麼樣跟它要資料呢 其實通常都透過這種方式 在跟server上面做溝通 也就是說如果你知道這個參數如何下的話 你就可以抓到很多資料 ok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那另外還有一種狀況 就是說大部分你們上那個momo 或pchome或蝦皮 應該都可以看到 其實網頁後面都會有一串參數 但是少部分有一些網站 它的這個參數你看不到的 像哪個參數 我們後面其實會講 在那個外匯 這個範例裡面的第幾頁 往下面這邊其實就會有一個範例 在第五頁的地方 這邊就有個叫 奇交所的外匯歷史資料 那它的那個執行動作 比如說你選了一個日期 比如說20... 現在是2022嘛 你會發現現在跌到現在剩30 那如果你假設把它改一下 2021到11月的話按送出 你會發現去年的11月有沒有 才2727到32相差多少 差了快10幾% 20% 也就是說你這一年你把錢 你假如你買這個時間點對不對 你放了一年之後 你等於你的錢是增加了至少15%以上 但前提是你要知道那個時間點 好 那當然這個就匯率的部分 其實波動蠻大的 所以很聰明的人就是知道時間對了 所以你也許可以隨時觀察美元指數 有沒有 像這個美元指數高高低低 什麼時候買什麼時候賣 如果你可以看準的話 像現在美元指數大概是104 相對還是稍微高一點點 有沒有 那你如果可以看懂 這相關後面的訊息的話 其實你的錢是會放大 OK 所以理財也蠻重要 當然理財不是我們這個課的重點 我們的重點是如何抓資料 那所以待會的話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假設說 各位有沒有發現 剛剛這個網址 我執行它的時候你會發現 它上面的訊息 沒有加一個問號 有沒有 但是它資料卻可以變動 奇怪了 那為什麼它沒有變動 那跟各位講 跟那個主機上面溝通 其實有兩種方式 一種方式就像大樂透裡面那個叫GET GET的話就是說 就是說我把那個訊息放在網址列上面 大家都看得到沒關係 但是這有個風險 什麼風險 就是說如果有些東西 不想讓人家知道的參數 那別人都知道的話 那豈不是有安全性的顧慮 對 所以第二種方式就是這種 它如果不帶參數讓你看不到 這個方式叫POST POST是什麼呢 跟GET有什麼差別 有點像是我現在訊息傳遞 我是放在信封裡面 我把它封起來 你根本看不到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將來呢 我希望抓這個網站的資料 而且能夠變更上面的日期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抓 哪個日期到哪個日期的話 那如果以現在這個範例來看 你是沒有辦法去變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能夠抓得到的話 後面可能還需要知道說 到底它藏的這個參數藏哪裡 其實還是有辦法做到 後面我們再來看 那首先我們先從簡單的開始好了 因為這個其實難度是有點點高了 那今天的話我們重點 基本上就是先抓什麼 抓比較簡單的 那這個資料的話 是叫開放資料裡面的 每日外幣參考匯率 OK 然後呢 它是放在一個CSV檔裡面 所以你可以檢視資料 它的網址在這裡 它的編碼在這裡 OK 還記得吧 BIG5 就是用950 OK 然後我們基本上這個網址給它 所以 第一件事先把資料抓下來 OK 那第二件事情的話 就是把它繪製成圖表 那繪製圖表的部分的話 我希望每一個欄位都幫我繪製一個圖表 所以最後的話我們最後得到的結果是希望 每一欄的資料可以用折線圖全部都呈現出來 那折線圖有個好處 它橫著就是日期 重軸就是資料 數量 有沒有 那你可以馬上知道說 高高低低 它的資料起輔匯率的變動 到底呈現哪一種狀態 OK 所以首先的話第一個 請各位先開啟那個第四個單元裡面的 外幣匯率歷史與匯圖折線圖 這個地方把它打開 那我們第一個先抓取這個開放資料 那開放資料抓取 其實我們最早在前面好像有抓過 像類似那個臺北市的住宅切到資料 那我們就拿 這邊有範本你們就先拿這個好了 第一頁這邊也叫匯率下載 Sub到EndSub,Ctrl-C 然後你就先把它 先開一個空白的Excel 然後直接把它貼上好了 我先把這個先存檔 我先重新再來過好了 這個我先把它關掉好了 OK 那我再重新再開一個新的 空白的Excel檔好了 先打開 然後切換到Visual Basic 並且把剛剛那段程式碼 按滑鼠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並且把剛剛的程式貼上好了 那貼上的地方之後的話 有兩個地方可能要變更 要更改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在 Texcel封號後面這裡 跟他講說你要下載的資料在哪個網址 那網址的話基本上會是在這邊 就是我們點開那個有沒有 每日外匯 外幣參考匯率CSV旁邊的檢視資料 那就是這一串 把這個Ctrl-C或複製 貼到我們的Texcel封號的後面 好 給他這個位置 OK 所以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跟他講說 那這邊有個Texcel封號的Pattern Form 後面的話就是跟他講說 我要下載的資料是Big5是950 當然如果你不確定哪一個的話 當然只有兩個 一個是950一個是65001 OK 那如果你假設是打65001是UTF8 你可以先執行看看 其實你執行之後你會發現 65001得到的結果 假設是亂碼的話 那沒關係 你可以怎麼樣 再把它改成950就好了 你執行之後看一下 資料有沒有下來 有點卡